文化部从今年开始让文化成年里经常态化 结果却爆出文化币乱象 像是有人拿文化币购买美妆用品或是做美甲等等 和异文活动没关系的行为 文化部回应会针对违规事件停权停拨款项 也会情节重大移送法办 放假期间到文创园区逛街 收费是不少民众的休闲活动之一 文化部为了要鼓励青少年多参与艺文活动 并同步推广文创产业 今年开始让文化成年里经 也就是文化币常态化 提供16到22岁年轻人使用 我们就是会去看一些展览这样子 我自己是拿来看展览或看表演 询问民众有不少人会拿文化币来看展览演唱会 买书或是买文具等用品 不过在社群平台上却可以看见有人 只把文化币拿来购买化妆品和面膜 这些和艺文活动没有什么关系的物品 甚至还有人转售收购文化币 引发社群讨讨论 应该没有限制说一定要看展览 或是演唱会或买书什么 我觉得只要有收应该都可以 他可能就是希望这个年纪的青少年 可以多多去接触 比如说展览 想要买其他东西 那我觉得政府如果有看到这一点 那就直接发钱之类的就好 也没必要说要再创一个名字 叫文化币 文化部声明 文化币可以使用在英文展演 看国片 买书等各种英文活动上 但禁止用于美妆 美甲 或是转售 兑换成等值现金 目前有查获到几家的违规店家 冒用了符合规定的收款码 或接受民众兑现 已经停止适用资格 另外还查到 有民众转售 收购等情况 会通知民众重新认证 并联系社群平台下架相关内容 文化部也提醒 转售除了会失去文化体验的经验之外 也会泄露个资 要是个资被滥用的话 原本的美意也就大打折扣 记者曹燕俊 邱富财 台北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